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鸽子 每场战役皆可模拟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对战模拟器 这场的主角呢是霸王龙 他们两个都叫霸王龙 一只是食肉动物霸王龙 一只呢也是食肉 但是它是爬行霸王龙 属于鳄鱼类的 我们看看两只霸王龙到底谁厉害 这场战役呢 对这一只爬行的霸王龙有点不公平 因为它的体型比较小一点 而且呢它长得比较矮 现在这只食肉的霸王龙 把它叼起来了以后 它是没办法还手啊 它们两个都是互相用嘴咬住对方的嘴 所以说呢身高的优势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哎这样 这样的咬真的是对这只 鳄鱼霸王龙太不公平了 哇身高的人 它就获胜了 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局 这个霸王龙呢 是顺先来了一口啊 但是它体型有点小 加上它个子比较矮 它没有咬住 现在被这只巨型霸王龙咬住了以后 它旋转 对这只爬行的霸王龙太不公平了 下一局呢我们来给这只爬行霸王龙再增加一个它的队友 放在食肉霸王龙的后方 看看两只爬行霸王龙可不可以杀掉这个就是食肉的霸王龙 我们现在开始 一个前方 一个咬住它的尾巴 快上 好咬住了以后 二打一总该胜率很大吧 但是我怎么感觉 好像这个食肉霸王龙 它这个太厉害了吧 它们现在是互相咬住了对方的尾巴 不知道谁扛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体力方面果然这只食肉霸王龙就是厉害 现在咬住尾巴以后 它个子太矮 它被别人控制住了 在这里 点他被我们发现的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时侯 就给你们感觉 好